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今天帶大家看看元朗區港運會的備戰情況 不如邊走邊講吧 提到元朗他們除了是第七屆的總冠軍之外 無論是球隊還是田徑項目 不少都有第一、第二名的好成績 這屆他們能否保持得到這麼好的勢頭呢 相信他們的建議也會有點壓力 我們到了, 裡面的情況 就交給我們吉祥物啦啦仔跟大家說 我先去參觀一下 輪到我啦啦仔出場了 這裡就是元朗區代表團授旗禮 期活動嘉年華的現場, 元朗體育館 看起來人頭湧湧的 看起來真的很加勢 不知道區代表和運動員 又會不會很大壓力呢? 元朗區的體育氣氛一向都很好 比其他區, 我們是更多的年輕人口 所以體育的風氣也是非常盛行的 比其他區, 也有更多室內或室內的體育設施 同時, 我們的元朗文政事務處 亦都大力支持我們在區內的體育發展 同時, 我們也有歷史悠久的元朗區體育會 過去都培育了不少的體育精英 我們今屆就派出超過400位的運動員 參加今次的全港運動會 可以說得上是人才仔仔 今屆來說, 我個人覺得 在排球、羽毛球和三人球球方面的實力 可能會有更大的優勢 從二月份開始, 就會有一連串的集訓 希望我們的運動員能夠爭取最佳的成績 元朗區其實已經閃亂了六屆的總冠軍 所以我們今屆都會繼續以這個運動目標 大家一起為元朗區拼盡所能 全力爭取最佳的成績 元朗加油 團結一心, 元朗爆燈 希望可以向著七年半進發 大家記得一起參與 四月二十一號 第九屆港運會的開幕典禮 還有, 接下來記得到場看區制比賽 為自己區的運動員打氣 詳情請留納, 香港GameStopHK 當 papel的走開 illy開幕典禮 交連結派 感谢观看